大家好,我是曼妮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三音之声 吉普利美术馆的门票购买流程 之前到Lawson购票的时候 因为只能够填写汉字 对外国人来说其实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后来新增了一个外国人的购票区 而门票也改为寄名制 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观赏环境 因为吉普利的门票 目前都是由Lawson代为处理的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Lawson的官网 我也会将网址贴在影片下方的资讯区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点选连结哦 进入官网后 就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像龙猫剪影的公布栏 然后我们点黄色的箭头部分进去 进入后将页面往下拉一点 会看到一个红色框框的连结 这是外国人专用的购票连结 点选后会出现同意服务条款 在Agrade地方打勾并按下Next 就会进入下一个页面咯 由于吉普利的票是每个月10号的上午10点开放预购 下个月的票 例如我想要购买7月的票 就必须在6月10号早上10点上网预购 但因为台湾和日本有一小时的时差 所以在台湾购票的朋友要记得是台湾时间上午9点开始预购哦 预购票开卖后大约一小时就会卖的差不多了 像这次曼妮购票当天早上8点半就开始准备抢票 最后完成抢票的时间竟然是10点半了 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抢到 所以如果有预计要前往吉普利的朋友 一定要在台湾的10号早上9点就开始抢票哦 接着在页面中我们选择要购买的日期 通常第一格因为是贩售当月的门票 所以一定都sold out卖完了 我们要选择的会是第二格的日期 并点选红色的框框进入页面 会看到整个月的预约时段 每天都有4个时段可以选购 每个时段前都有不同的符号显示 如果显示圈圈就代表可以订购票还很多 显示三角形就是可以订购但票剩不多了 显示叉叉就是不能订购没有票啦 所以我们就找到要买的日期及时段 如果是显示圈圈或是三角形就给它点进去吧 接着确认入场的日期及时段 找到Admission入场点进去 再来就要选择购买的票数及年龄程 注意一个人最多只能购买6张门票 选好后就按下Enter进入 因为票券评证会以email的方式寄送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填写购买人的资料啦 第一格请你输入你的email 第二格再输入一次email 第三格就输入你的联络电话 别忘了要先填写国码哦 接着再按下Next 再来我们要进入付款的程序啦 目前网路购票的结账方式 只能使用信用卡 你需要先准备好你的信用卡 英文名字 日本的居住地址 以及护照号码 在第一层的框框中 填上你的信用卡号 有限日期 跟卡片背后的后三码 第二层的框框中 填上你的英文名 跟英文姓 记得要跟护照一样哦 第三层的框框中 填写上你自定的四位 英文或是数字的密码 再来第四层框框中 填写上日本的住宿地址 可以写饭店或者是民宿的地址 第五层框框 填写上你的护照号码 最后第六层填上你的国籍 再来按下Enter进入下一页 在下一页中会显示你的购票资讯 这时候确认你的购票时间 张数跟基本资料都没错 就要恭喜你购票成功啦 最后就到你的电子信箱中 点选专用的连结 列印票券 在agree的地方打工 并按下Next 就会进入下一个页面 在页面中输入你的email 电话跟自定的四位密码 再按下Login 登录 再把显示的QR Code 页面整个列印下来就完成啦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 不要忘记按下小铃铛订阅哦 Mani的旅游543 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按这边订阅 这边有我推荐的影片 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哦 如果你有模型代工 或是制作上的问题 欢迎到FB粉丝团询问我哦 我是爱做模型的老百姓谢老板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拜拜